朋友们你好继续收看这节的产业快讯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这个太阳能族群的财报 最近是已经陆续的出炉了 那么产能位居电池厂之冠的新日光 单月营收和出货量都成功缔造了历史新高记录 细经原厂活硕是受惠于产品价格上升 三月份的营收也比去年是成长了45% 突破了10.7亿元 成功摆脱光过于求紧箍咒的太阳能电池产业 在经过产能淘汰赛后 整体有效产能的供给终于获得控制 也让业者在一片产业中看见曙光 抬开新日光三月财报果然亮眼 一定是太阳能一个非常非常的硬朗的地方 认为这个达到这个试炼通假的日期 一定会提早到 正式与台达电子公司旺能合并之后 推升新日光产能一举成为台厂第一大 三月出货量写下新高记录 单月合并营收达到25.18亿元 月增7.84% 更较去年同期翻倍成长 那一大厂国硕收费细经原价格上扬 三月营收同步走深 这部分的成长未来应该是会相对是比较乐观 国硕三月营收达到10.71亿元 年增45.35%表现强烈 不过成长动能最惊人的就属电池场日经 一扫连续四个月衰退阴霾 三月营收达到16.74亿 较上月大增33.8% 写下近35个月新高 成为月增率最强劲的太阳能业者 FERTION的关于台北报道